那咱们今天呢开始画这个百合花 那么在勾线之前呢 我先带着大家呢 先把这个背景做一个特殊的激励效果 那今天这个激励效果呢 和之前的平图是不一样的 这一次呢咱们做的是 背景咱们给它做成一个 麻布纹的一个激励效果 然后 然后呢我先在这个纸上向大家示范一下 先用这个盘刷沾上那个淡漠 咱们先在这上面呢 先平刷一遍 但这个水分很少很干的 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就是说你看这是基本上是隔一 呃 每条线之间的都是有一个空白 然后呢等这个横向干了之后 咱们再画竖像的 就像这个麻布衣服的这个这个 横纵的一个交叉的纹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看到了吗 就是这个横线和纵向这种纹理 特别像那种呃 麻布的那种呃 质地 所以说咱们一会呢 就在这个花的背面 就花的背景呢 呃 采用这种激励效果来表现